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拍了一條關於Pokemon珠子的影片 比較基礎一點的東西 就是什麼叫努力值呢?要怎樣訓練 我弄了一個PowerPoint給大家看看 因為都是一些非常基礎的東西 如果你是一些高手的話應該就不太適用了 努力值就是擊敗了精靈之後取得的經驗值之外另一個數值 累積了努力值的話就可以提升能力值 非常簡單的 努力值的上限為510 每項能力最高為252 能力分別大家所熟知的就是HP、攻擊防禦、特攻、特防速度、六項 很簡單來說努力值就是能夠影響精靈的能力 下一個就是努力值比較常見的配法又是什麼呢? 在假設物理輸出手底下 努力值最常見的配法就是252攻擊252速度 然後六血非常之基本的一個配法 而特殊攻擊的輸出手就是特攻252速度252 又或者是特攻252和血量252 非常之簡單 六項都是計落防禦又或者是血量度 一樣都是這樣的配法 那視乎精靈的種族值或者技能去到決定應該訓練哪一項努力值 而為什麼要練這個252的大法呢? 就是因為非常之簡單不麻煩 這一種的練法 好這裡我們就會再用這個鯉魚龍做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種族值 也算是不陌生的精靈 這隻算是 OK 那鯉魚龍呢 由他的種族值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血量、攻擊、特防都是屬於高的 那其字就是速度、防禦和特攻的 那努力值的方向其實就非常之簡單 就可以選擇攻擊和HP 即是血 又或者是攻擊和速度 對了 那可能有些人會問 那可不可以練特攻啊? 可以的 但是這裡就不推薦了 因為特攻只有60種族值 這裡都可以顯示得到 就算升滿、極限 也只有123 這裡寫了出來 這個數值就是代表 這隻鯉魚龍如果練滿、特攻和性格都是加特攻 他最多只是123的特攻 非常之低 那算是一個非主流的玩法 也不太推薦 如果要玩的話應該是屬於那些 跟朋友一起 嘗試一下玩的一種玩法 OK 好了 來個例子2 吉利蛋 種族值表就是這個 非常之高的血量 可以看到 OK 吉利蛋 由他的種族值可以看到 他的血量和特防都是偏向高的 攻擊、防禦、特攻和速度都低 看起來完全不強 但由於血量極高 非常之適合做坦克 所以努力值可以選擇為HP和防禦 又或者是防禦和特防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配法 當然會不會有其他配法呢 嗯 都應該會有的 都應該會有的 可能比較著重在 血和特防都有的 不過比較少 比較少 OK 這裏推薦一款遊戲 學習分配下努力值 這裏叫Pokemon Showdown 現在就展示給大家看 你只要搜尋Pokemon Showdown 然後按進去 接著又按Pay Online 對 這裏可以選擇去找些對手打都可以 之後就選擇Team Builder OK Team Builder這裏已經有一大堆 所以就開出一個新隊 就選擇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就Add Pokemon OK 那我們選擇鯉魚龍 那鯉魚龍 你可以在這裏按這個表 之後呢 努力值就出來了 好 可以選擇他的性格是加攻 加ATK就是加攻 這裏可以自由去到 配搭你想要的能力值 即是假設252攻擊和252速度 原來是有133速度 又或者是 加血的都可以 其實呢 每一點的 每4點的努力值 就可以得到 一個能力值 大家從這裏可以看到 其實呢 這個Showdown 其實都很多東西可以看 模擬你做一隻寵 他出來會有什麼能力值 有什麼技能 其實他都可以做到 這個Pokemon Showdown 其實都相當簡單 給大家先在這個 網站上 模擬了一隻精靈出來 之後呢 再在珠子 製造一隻寵 好 再回到這個PowerPoint 訓練努力值 要準備些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表 就是一些道具 首先要去到 信氏鳥屋購買這個 努力值的道具 這個是在訓練努力值 必用的一個道具 由於經驗值是全隊共享的 意味著你可以選擇 六隻一起練努力值都可以 只要精靈攜帶上這個道具之後 每一場可以增加八點的努力值 大家可以記住 綠色是血量 又或者是到時看一看道具的描述 千萬不要大錯 因為努力值練錯 非常之麻煩 當然你可以選擇 吃樹果去消除努力值 但是就不建議 因為都很麻煩 那應該打什麼野怪去增加努力值呢 在Pokemon裡面 每一隻野怪都有對應的努力值 在獲取經驗值的同時會獲得努力值 千萬不要打錯 這裡分享一下 每行努力值應該打什麼 這裡寫了出來 建議大家可以暫停一下這裡 其實都非常少 非常常見 這個表 OK 那就是有外吃團 貓柚少 粉蝶蟲 圓珠珠 大露比 燕子草 長翅 鯉鯉 鯉魚王 和泳圈猶 這些都是在一開始的地方 也就是 主角家庭附近都可以遇到的精靈 相當之簡單 而我自己就是買努力值藥直接吃 相當之簡單的一個做法 或者是拆大量發生的精靈 順便偶遇一下色位 因為有些時候 你出現了大量發生的精靈 他們可能是有加攻擊 又或者是加血量 那我就會拆大量發生的精靈 順便看看有沒有機會出到色位 出到色位 就當作是福利 好 那這次這條影片 就來到這裡 這條新手教學影片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應該都會很有幫助 但如果你是一些高手 甚至是老手 很久之前有接觸Pokemon 這個遊戲 相信這些都不會難倒你 希望稍後下來 有些更加深入少少的話題 再拍出來給大家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